好駕馭不失手的打亮盤 能神奇的让脸变小变立体又有光泽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这几季流行的打亮盤 你们有没有被烧到啊 像是有一些香槟精啊 玫瑰精 还有独角兽的偏光 我觉得这些颜色超美的 因为可以在皮肤上反射出那种 很有仙气的高调光云 今天啊我收集了专柜六款 号称好驾驭绝对不失手的打亮盤 它们其实啊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光泽 到底应该怎么来用呢 我们请到彩妆师Zoe 来帮我们示范 Zoe我想请问一下 到底打亮盤在我们的彩妆 担任有多么重要的角色啊 其实打亮呢 就是透过聚光的效果 让我们的脸看起来 你要让它拉提也好变小也好 甚至让你的肤质的状态啊或者是质感改变都可以透过打亮来呈现 那它跟我们印象中的修容有什么不同呢 修容其实就是暗色 打亮就是浅色 那修容呢就是让你的想要修掉的地方往后退 那打亮呢就是亮色 让你想要呈现的地方突出来 难怪所以打亮就会让我们的脸好像有那个聚光灯 跟SPA LIGHT打在脸上一样就是很闪烁这样子 说到这个打亮啊 其实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个牌子BECA 它其实是打亮十足 对不对 那因为我知道它有一个颜色就是在全球都相当受到欢迎 就是这个有点点香槟精吧 香槟精的黄色 它这个叫做Moonstone 那这个颜色啊其实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 像BECA这款啊它是有点断面的光泽 所以呢它不会让你纹路看起来更明显啊 甚至毛孔看起来更大 可惜BECA其实在今年已经退出台湾市场 就是在台湾可能大家买不到了 那没关系如果现在网购也很方便嘛 可以用全球网购的 讲到打亮盘啊 一定要先介绍这个牌子叫做OFRA 因为它就是很多打亮界的最爱 尤其是它这一款颜色啊 是阳光大道Rodeo Drive 是金黄色的 它其实好像就是他们品牌最好的入门款 因为它的底色其实是淡淡的黄 可是它的珠光粒子非常非常的细致 像这样子的打亮品 通常Zoe你都会怎么用 像这种颜色啊 它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偏金黄色调 也就是暖色调 对 那其实暖色调用在亚洲人身上是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它比较轻我们的肤色调的颜色 所以呢我会建议打在比较明显的地方 像C字部位大C小C都可以去使用这个颜色 因为打上去它就是亮度会够 然后它也是轻肤色的 那我的颧骨如果很高的话 如果在打亮它会不会就是凸到一个无法控制的地步 那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像我也是颧骨高的人 所以我打C字部位我一定是在小C的地方 也就是你颧骨以内比较凹陷的地方 因为颧骨这边比较凸嘛 对 因为比较凹 那凹的地方是不是会就膨起来 对 膨起来的时候你脸型自然就是顺着你的圈骨 整个脸就顺了 其实第二款啊就是这个Bobbi Brown的美肌粉 它其实在打亮界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它今年夏天推出了这个颜色 你们大家看看这个表面上 其实还蛮有趣的 它有个昵称叫做五花肉 然后呢就是很像 因为它有点白白的奶油白 又有点玫瑰金的颜色 正确的色号是Pink Glow 然后专门是设计给那种冷色调的肌肤 可以使用的打亮粉 那老师你觉得这个冷色调的打亮粉 应该要用在哪里比较好呢 像这个五花肉打亮粉啊 它就是比较粉色调 然后它比较带白 所以呢我建议其实可以用在T字部位 因为T字部位是正中心的位置嘛 那东方人其实常常都会有那种皮肤辣黄的 对 困扰 所以呢这样子比较粉比较白的颜色 可能让你这个T字部会看起来比较粉嫩一点点 那打完了以后我建议还可以在下巴再打一点点 打下巴是什么用意啊 打下巴就像 东方人的下巴通常比较宽浅 比较短比较宽 那这个聚光的效果呢 就能让人家的目光缩小你的视觉的感觉 所以你下巴就会变窄变长 所以你整个人就会变成比较细致比较窄一点 脸自然就会变小 原来是这样 可是关于刚刚老师说的打鼻梁 我自己的问题是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鼻头上的毛细孔比较粗打 那如果我一打亮之后我的那个毛细孔就变得很明显 那该怎么办啊 其实呢很多人都会喜欢打亮 但是又有点害怕是就是毛孔 或是细纹很明显 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先把打亮的产品 使用在你想要用的部位了以后 你在上面少一层干粉类的 比如说蜜粉或是粉饼 对 让你的亮度是从雾面的地方透出亮度 透出来的 就是不是这么高调的亮 而是那种暗暗内含光的亮 对 所以你的皮肤呢 肤质会看起来很平之外 然后又有亮度 第三个打亮盘啊 我要介绍就是也是夯到不行的 Laura Mercier的这个Devotion的色泽 这色泽啊 其实我觉得打开来看它这个 这个波纹的感觉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听说这一款啊 就是在日本韩国跟台湾销售No.1 像这个它比Bobbi Brown还要再更冷一点 对 所以它就是再更粉嫩一点点 所以我会建议用在比如说眼头的地方 连贯你的眼影或者是唇峰的地方 因为我唇部的颜色是比较粉嫩的颜色 甚至比较冷色调的红色啊之类的 稍微一点点亮度让它往上提一点点的话 这样就会看起来你嘴巴嘟嘟的 就很想轻易口罩 真的耶 不过像这种粉状的东西啊 我自己很怕说我在用打亮的时候 如果发生皮肤结就是结块 就是结块黏在皮肤上一片 这样我该怎么办啊 通常这样子的状况都是发生在 你在上完底妆 甚至上完保养品没有定妆的情况下 就还湿湿黏黏的状况 因为湿黏的东西如果碰到干粉类的东西 干粉一定会去抓那个油脂 所以比较多油脂的地方就会造成比较厚的粉 那我们肉眼看到就会觉得是结块 然后你就这样推一推它就更结块 对 所以呢我们在上打亮之前 一定要先用蜜粉甚至粉饼稍微松散的定一下妆 把那个湿的感觉先去掉 简单来说就是把那个黏度把它黏掉 用那个干粉把它黏掉以后 我们再用这个打亮的东西再刷上去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子 接下来是Dior的这一款矿物蜜粉饼 它其实是设定在蜜粉饼就是整脸用的 可是因为它的光泽感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很多人也喜欢买它用作打亮 可是我觉得这一款看起来就是满古铜色的 那这个应该要怎么用啊 这个算是打亮里面比较有色彩感的 所以呢我还满建议就是叠在腮红上面 甚至就是让你的笑肌苹果肌看起来更蓬润 因为我们的笑肌苹果肌的地方 通常都会上腮红 那在腮红上面流行就是比较健康感啊 比较骨头感的感觉 那如果你的腮红刚好又是很粉红 没有那么自然你就可以扫一层这个在上面 它就会中和掉你那种太pink的颜色 所以它可以代替就是腮红跟打亮二合一 二合一 对 像我刚刚啊都是介绍单一颜色的打亮盘 其实啊市面上还有一些组合式的 我觉得就是一应俱全也非常非常的好 像这个啊就是MAC最近推出来的激光炫彩盘 它一次是给你三种颜色的打亮效果 我觉得也超炫尤其是这一款是属于就是那种 独角兽的偏光色泽 我觉得这颜色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胆 那通常要怎么用才好啊 其实这个颜色就南瓜的所有的色调了嘛 也是 黄金色调还有冷色调 古铜色调 其实这种综合型的盘啊 我觉得还蛮适合这种潮流女孩 就是常常变换不同的穿着啊 或者是眼妆的人 就是一种光已经不能满足她了 对 所以它必须用很多种光去搭配它不同的心情 对 还有最后这一款啊也是NARS 它是最新出的一个夹彩盘 它其实里面三个颜色啊 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 因为一款是打亮 一款是腮红 一款是修容耶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拿了这一盘我就可以直接完装了啊 那它这一盘就拥有全世界了 哦 拥有全世界了 它这个就是很综合性的使用方式都有 就是又有打亮又有腮红 然后你还可以做修容的效果 其实你如果没有那么多彩妆餐品或者是你化妆包已经很多东西了 这样一盘放在化妆包里面 其实就可以整脸的修容都难刮在里面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脸部的夹彩盘 有了好驾驭不会失手的打亮盘 其实也需要一个很好的打亮刷才行吧 周宇如何选择打亮刷呢 今天我准备了三支刷子 那它扎实度就是最扎实 和中间扎实和最松散 那其实就选看你要打亮出来的效果 如果你要很明显很亮很反光 就用扎实一点点的 它抓粉力就很多是不是 对 就很多 一次可以化很多 那这样这种黑白的毛刷呢 其实就是会让你的亮粉 你再松散的释放出来 但是又是有效果的 所以很建议用在腮红的部位 对 就是要亮又不会太亮 好 还有这种 这支好特别喔 这支好特别喔 就是在网路上常常看到很多部落客都很爱用的 这个就是比较 让你的打亮盘能很松散的 分布在你想要打亮的位置 对 所以它就是算是比较低调的光泽 就是很低调 超低调 最不容易失手的刷子 所以最不容易失手的打亮盘 如果配上最不容易失手的打亮刷 应该就是非常好的组合了吧 是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好用的打亮盘跟打亮刷 你一定也会很想赶快开始打亮了吧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喔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打亮了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轮转的声音 下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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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